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葡萄糖高代谢的可能如果结合学里面的排阵值比较高 可能会向肺癌的方向去靠 当然刚才我说过了肺癌的民居诊断一定要是有这个病理的 那么PALCT这期什么作用呢 除了刚才说的有向肺癌这个方向靠的这样一个作用 其实呢就是说它如果是病灶有高代谢的 那么是不是就一定是肺癌呢 其实不是的 那么有其他几种疾病也可能出现高代谢的 一个呢就是说是肺结合 尤其是结合球长的球一个个的以为是肺癌 经常在临场上要混淆了 那么这个球你如果光凭PALCT上去鉴别 是没法鉴别它是癌还不是癌的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一个方面呢像肌肌病 这个肌肌病呢它也是一个出现高代谢的 所以说可能你这个高代谢而且肌肌病淋巴基也会肿大 是不是我是不是得了一个肿癌 转移到淋巴基了 所以这个时候说到底 还是要通过肺癌的病理 所以说我们不会因为这个PALCT是高代谢 而来判断你这个病人是癌还是不是癌 那么其他一些老年性的淋巴基 慢性淋巴基炎 年纪比较大的 也可能会出现PALCT上去 不能够高代谢 那这种呢都不是癌症引起的 但是如果这个病人已经明确了是肺癌 那么我们做了大PALCT 全身做一个PALCT呢 是为了来了解一下它有没有转移 比方说它在那个一线 比方说代谢很高 或者是颅内看到总有一个快代谢很高 那么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大PALCT就报警 就是可能出现了转移的情况